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 那么今天早上万国觉醒更新之后呢 也是时装了这个周年庆典的全新版本 这边在公告板里面是可以看到整个版本的所有更新内容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时装效果 首先第一个更新呢可以看到就是 第一个改动呢是在派遣部队方面 以前呢我们是可以打野的时候来点击野外的野蛮人 然后来派遣部队 然后之前有版本呢更新是可以拖动自己的城堡 按住三秒然后往外派遣部队像这样 然后现在呢这更新之后就可以点空地来进行派遣操作了 像这样点一个空地部分 然后按住三秒会有一个虚线的圈 虚线的圈冒出来之后呢是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可以牵城这样牵城的话我们是现在有部队在外面现在牵不了 如果可以牵城的话就会让你选是用这个定点牵城还是领土牵城 就可以把城直接牵到这个所点的区域中 好另外一个选项呢就是我们现在是可以直接派遣部队了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打仗的话 比如说我们要把部队派到一个非常远的地方 比如说派到前线这边 以前呢我们就是需要去点这个野外的野蛮人或者另一个资源点 这样来派兵 这样的话派兵的位置不是非常接近我们的集结点有的时候 尤其是在关卡门口 大家都知道在关卡门口呢一般有的时候 这个野蛮人都被盟友清掉了 而且关卡内一般不会刷新什么资源点 这样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这边空地 然后进行行军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别人派出来 那么这边是第一个更新 那么接下来一个改动呢是在这个道具的装备系统里面 在以前呢我们在开这个装备图纸宝箱的时候呢 经常要回到这个铁枪铺去看应该开哪个 比如说这边我们要打开一个等级2的图纸碎片 这边呢可以看到 以前呢是只能看到这个名字 不忍甲和米兰头盔 比如说现在我想做一个攻兵的 我们就不知道这边哪个是 这样的话现在新更新的一个效果就是 我们来点这个图纸碎片 他就会把底下装备属性告诉我们 比如说这边就知道这个不忍甲是给 不不用加的防御力 而这个米兰盔的话是加骑兵单位的防御力 和攻兵单位的攻击力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装备属性的弹窗 来选择我们所需要的装备 同样呢对于蓝色装备和紫色装备的图纸碎片也是 这边我们开一个紫色的图纸碎片 可以看到我们有四个可以选择 但我们不知道哪个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就可以点一个装备 这边的话会告诉你这是复兴者套装 如果套装的话他会在这边直接把这个所有套装都列出来 然后底下是特效都列出来 可以知道这边复兴者是加攻兵的 也就是给攻兵的一个装备 索隆的诱护呢 这边点开就可以看到是一个起兵的装备 奎音之魂看到就是一个步兵的装备 这样的话我们选起来比较方便 接下来一个感动呢是跟这个周年活动有关 这边呢我们在签到回馈的时候 在第一天这边我们已经领完了 是会给一个新的英雄雕像 叫马蒂尔达 那么这个新英雄呢也是加入了酒馆的宝箱角落 就是这个新的叫马蒂尔达 在金箱子和银箱子都有开出来 可以看到 而这边通过签到得到的头像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解锁掉 你看到马蒂尔达是一个综合采集和防御的一个指挥官 这种故事呢是征服者威廉伊斯的妻子 苏拉王国诺曼底王朝的王后 是一个英国不列列文明的英雄 给我们来看一下技能啊 第一个技能是弗兰德斯少女 对于目标单位造成一个伤害系数750 的一次性伤害 是对面攻击力降低15%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采集石头加快25% 其他的两种食物和木材加快20% 这个非常像埃吉安后 我们来看一下埃吉安后所对应的数值 是30和20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武将跟埃吉安后搭配的话是非常好 所以说现在这个新出的武将跟埃吉安后搭配的话 是非常适合去采集石头 第三个的话是工程单位的生命值提高30% 防御力高提高30% 还是跟埃吉安后非常像 实验可以看一下 埃吉安后的话是攻防提高50% 这个是提高30% 然后第四个技能呢 是治国女王所率领的部队容量 上限提升3% 攻击力下降20% 然后这个上限提升3%的话 是根据等级最高可以达到15% 然后新版本呢 也是对这个英雄的技能有一个注解 这边写到 所率领部队最大容量 单位数是发起集结石集结部队 的容量由城堡决定 虽然就是大家可以去点这个 来了解一下 它到底是个部队容量指的是什么 最后的绝景记呢 是反正采集石可以额外获得10%的资源 这个是跟善德女王是一样的 善德女王的话是额外获得10%的资源 但不过有30%的负载提升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英雄能不能用紫头来喂 这个英雄是可以拿紫头来喂的 我们现在就其实可以直接把他喂满 这边我们没有什么技能输啊 我们之后再来做吧 但不过这个新出的英雄呢 不像说是这个凯拉不能用紫头位 这个新出的英雄可以拿紫头位的话 应该大部分人都可以一次性直接拉嘛 是一个非常好的采集匠吧 之前呢我们采集匠一共有4队 也就是说有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派出去的 真德和善德女王 一般是用来采集金币的 然后是第二个是采集石头 一般用的是埃迹安后 然后一般搭配 这个综合的萨尔卡 这个所有资源采集速提升 来采石头 然后木头的话 一般是用克斯兰查 来配 百股杂 这样的话来采木头 食物的话就是用 这个盖乌斯 再加上这个新出的 积色 武将 神仙三成 这样的话一共是4队 现在的话又新出一个采集将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拉出来5队采集将了 然后目前最后一个比较勇动的更新呢 实装的一套话是在这个体力系统里面 现在我们体力是满的 我们把体力消耗一下 这边我们消耗了体力之后呢 可以看到现在在最上面是可以用宝石 直接购买500体力值了 然后这个购买500体力值呢 是越来越贵的 在更新里面有写 更新里面的说法是 行动力消耗完毕后 可以直接通过宝石进行补充了 宝石消耗会根据购买色素递增 后面那么全部的更新呢 是都在公告文里面有写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我们再来看活动日历 活动日历的话 这周更新了周年庆典活动 也是连续5天的活动 跟以前周年庆啊 或者是节假日的活动相似 是第一个累计登陆 然后野外采集学院精英啊 然后训练部队 打野蛮人消耗体力 盟友帮助 联盟监选 野蛮人承寨 部队战力提升 科技提升 建筑物提升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去 获得这个翻堂统帅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签到回馈 是给这个新出的马蒂尔达一式的雕像 除了这个雕像的话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奖励吧 除了这个三个500体力值 是可能有点用 还有这个二级之书 剩下的话 没有什么特别有亮点的奖励吧 然后在周年庆典里面 获得的翻堂统帅这个活动道具呢 我们来领一下 这个活动道具呢 是在这个活动清点蛋糕里面 用来装饰蛋糕用的 这样我们消耗翻堂统帅 来装饰蛋糕 比较有亮点的几个更新呢 是在解锁的额外之后 4级有5个金头 7级有10个6级经验输 10级有5个金星 15级的话额外有5个金头 然后下一个比较好的话 是22级的时候 是有10个金头可以改 然后25级额外的话 有15个金头 就说一共的话 这次活动拉满有25 30 35个金头 非常的多 然后现在是 获得这个翻堂统帅呢 是可以通过正年庆典 活动去领取 或者是在野外采集 城内收获 或者是击败野蛮人 都可以获得 之后的话 还应该会出一个礼包 但今天没有上线 一般的话 应该是在第三天 或者第四天 会在这里面出一个新的礼包 然后最后一个活动呢 是投机贺卡 在活动期间是可以在联盟频道投机贺卡礼包 进行祝福 每位礼包的话 是可以有五位不同的职专官领取 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点开 联盟聊天店面呢 就可以看到 会有这个像红包一样的图标 我们点开 哎 这边说礼物已经都被领完了 这边的话 可以看到 可以开出来一些宝石啊 加速啊 然后每个红包的话 是可以五个人来领 OK 那么这边就是整个这次周年庆典活动的版本更新时装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